高雄的空氣品質是所有高雄人的痛 今天一早天空是灰蒙蒙一片 空氣品質非常不好 那麼柯智仁和陳其邁都出席 參加南部反空屋的聯盟記者會 陳其邁表示兩天前 台中的空氣就非常的不好 柯智仁則是回嗆 如果台中影響的話 那麼台南嘉義屏東 怎麼沒有被列入十大污染區域 那在季節變動的時候 尤其在秋冬季節 那像我印象台中應該是兩天前 那這樣大概今天 大概我們高雄的空氣品就查 人家在說騎尾的保障 離這個下風處 我們在這幾天的空氣品質的不良率 這個當然就會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我們常常會有一些內部的 在地的一些因素 還有一些外部的因素 那我們都會根據季節來做一些調整 像昨天京達電廠 我們就要求要關三部 四座關三部 高雄的空品 大家舉頭望天空 你就可以知道我們的八五 就完全籠在我們的霧芒當中 而且今天AQI已經的 這個檢測的標準 這個前十大裡面呢 有九個是在我們的高雄 那我想陳市長面對這樣子的問題 他特別告訴大家 其實有百分之三十是來自其他的縣市 如果是來自台中的話 那我們就要問 那為什麼台南嘉義跟屏東並沒有條列在前十大 韓市長他在2019年的時候 他特別在核發這個新達電廠的這樣子操作許可的時候 特別要求新達電廠的兩部燃煤機主在秋冬空品不良的時候必須停機 而另外兩部必須要平均升煤用量要削減到65% 我想這邊大家就很清楚地看得出來 所以當你陳市長告訴我 你們高雲氣品質已經有逐步改善的時候 請你把2019年韓市長的這樣子的一個政績也繼續說出來 而且你現在就在延續過去的一個政績 我想這樣的歷史大家還是有必要來了解的 選戰的焦點 昨天晚間民進黨在凱達格蘭大道舉辦聯合造勢大會 黨主席蔡英文在致詞當中大打台灣牌 呼籲大家要為台灣鼓舞 台北市議員王洪威就分析 蔡總統時常以台灣隊長來自居 但是台灣最近發生這麼多的重大社會事件 詐騙集團猖獗 槍擊案層出不窮 她卻隻字未提 台灣牌儼然只是民進黨的政治提款機 我真的覺得每一次在講什麼為台灣鼓舞 大家剛剛都講到 蔡英文在之前不是就開始嗎 要求大家到凱道 她還特別hashtag什麼呢 各位辣台派 有沒有 這就是一個精神的交換 然後她台灣隊長嗎 對 她是台灣隊長 為台灣鼓舞 但是我請問一下 大家聽了她的話 看了那個畫面 你真的有被她鼓舞到嗎 台灣的傑普寨 台灣的豬仔這麼多 台灣可以在台南看88槍 可以在高雄動不動 清晨在大馬路上連開15槍 都沒有關係啊 在柬埔菜不管是在桃園清浦 或者是台南 或者是平頭都不同版本的 柬埔菜事件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請問你們拿什麼來鼓舞台灣 沒錯 每次你都要講台灣價值啊 愛台灣啊 那麼就是要有什麼台灣意識 你是台灣隊 當你拿著台灣作為你的政治體管機之後 其結果是老百姓 餓到了老百姓 倒楣到老百姓 老百姓在治安上也很難 真的在你的生命財產能夠得到安全 不是嗎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昨天凱道上 看起來很多人 我認為這些人啊 真的只是吹哨子壯膽而已 臉書粉絲專業無良公關公司 發文指控台北市議員徐曉星 疑似簽署了同一派狗仔 跟拍市長候選人的文件 現在徐曉星不滿被衛造簽名抹黑 直接就報警了 還曝光對方的網軍群組 對此台北市議員侯漢廷就分析 執政黨收買網軍跟媒體 動用側翼到處攻擊 居然還有這麼多死忠的支持者 很糟糕 一個執政黨失去了民主跟 失去了自由不是最可怕 最可怕是他沒有了道德 而且沒有了服務 那這樣的一個執政黨 就是名為官實為賊 現在的民進黨就是這個樣子 看他收買網軍收買媒體 然後動用側翼到處的去攻擊 潑髒水運用的都是一些 不入流跟下三爛的手段 何來的正義與善良可言呢 而最令人擔憂的是這一群人 這一群所謂的支持者 還津津樂道 絲毫都不覺得自己幹的是一件 違背道德的事情 你說在政治難免會有一些攻防 但這種攻防應該是建立在 對方真的犯錯了 然後我們批判他 我們揭發他 或者是我們自己陣營的 有良好的政績 我們去做宣傳 我們去做推廣 這應該是大家才可以接受的 而不是像這種透過匿名的 甚至是用偽造文書 或者是斷章取義的 甚至是再度攻擊別人 都是用潑髒水的方式 那為什麼這些人 竟然以此津津樂道 或者覺得自己無上光榮呢 不外乎第一種真的愚蠢 第二種擋得洗腦 第三種就是利益勾結 那我相信第三種才是最重要的 就如果沒有足夠的利益驅使的話 大家哪有那麼閒的時間 去幹這件事情呢 哪有那麼閒說 大家拼命的去檢舉這個帳號 我們發動一下上千個人 共同來檢舉他吧 讓他不要講話吧 誰這麼閒